檳榔灘糟雜 玻璃門窗全都碎成蜘蛛網撞 店家只能來收拾殘局 整個店面都毀了 地面賣是碎片 員工們只能用掃把拼命掃 而且不只店家糟雜 就連店內的惡霸犬也變成出氣的目標 一臉相當無辜 神門騎車來店裡大約十分鐘左右 就立刻往這個方向來離開 而事後事隔一天 我們現場還可以看到整箱的玻璃碎片 而這回犯案的是 三十八歲的蘇慶男子 有毒品傷害前科 這回他先砸電 甚至還半途丟棄武器 事後做完筆錄 還二度回來嗆聲 變成被圍毆的被害人 事後他向警方公稱 堂姐被檳榔灘的 其中一個股東欺負 所以想要來幫忙尋仇 結果沒找到人 只好砸電泄分 有來買過冰檔 有來買過冰檔 所以之前有看過 那時候都正常嗎 對啊 都正常 冰檔買一買就走了 俗信嫌犯老家在三峽 現在自己住在英哥 平時沒有工作 偶爾會來買冰檔 但之前都沒有異狀 因此對於他當天的行為 員工們也感到很驚訝 只是這回冰檔攤 本來也是受害者 卻因為二波衝突選擇私下解決 變成了大人嫌犯 TVS新聞 吳正吳心燕 新北市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